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所以我们回到车里面做余下的视频 因为冬季降临12月份马上就到了 天黑的实在是太早了 现在是英国当地时间下午17点整 那如果大家一直在关注美国大选的话 大家都知道在早些时候 也就是11月4号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 在午夜的一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个非常诡异的 对拜登大量的一个投票 那这个诡异的午夜投票呢 仅在90分钟之内 拜登呢就获得了高达64000张选票 所以这个在竞选的历史上是完全没有出现过的 那作为现在的美国总统川普呢 他也成功激活了肯尼迪的57号行政令 那这个57号行政令呢 就是限制了CIA调动特种部队的一个权利 那当年有一些阴谋论认为 肯尼迪其实被遇刺的真正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57号的行政令 因为他限制了CIA的权利 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才相信川普目前是没有本人出席 任何关于他的宫廷会的 那我们再回到视频最初讨论的那个话题 就是关于拜登会赦免1100万非法移民的这个事情 包括川普之前是一直执行非常严格的移民政策 你像川普之前建立的美墨之间的边境墙 如果拜登这一次当总统的话 也会取消边境墙的所有建设 那除了取消美墨边境墙计划之外呢 拜登在这一次还会允许在美国境内的移民 允许他们进行家庭团聚 也就是说如果你在美国没有身份 黑在了美国 你可以把你的家人接到美国和你一起生活 除了上述内容 拜登还会允许每年1.2万的难民申请 所以这个就是拜登这一次 对于非法移民的一系列的重大利好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实在美国的身份 是处于灰色黑色非法拘留的话 那拜登上任的话 确实在某些程度上能帮到这些非法移民 就像当年奥巴马执政的时候 奥巴马当年也特赦了一大批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 所以民主党和英国这面的工党它是比较像的 因为工党和美国的民主党它都是偏向移民的 就是不排斥不抵触外来移民 而且很容易接受很容易特赦这些非法移民 但是大家如果看英国这面的保守党 就和美国的共和党是非常相似的 比较排斥外来移民 那即使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 那川普对于外来移民特别是非法移民 基本上是一种零容忍的一个状态 所以目前这个情况在英国也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这个事情看你怎么看吧 因为如果你是作为外来移民 你想移民到英国 你想移民到美国 那这些亲外来移民的党派 当然对这些外来移民是有好处的 但是大家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现在生活在中国 中国大陆的话 然后你刚刚生活在中国南方 比如说你生活在广东省地区 那你会发现 特别是广州市 有很多黑人在那边生活 有很多黑人在那边也没有身份 而且从事着一些非法的活动 所以作为美国公民 作为英国公民 就像是你在中国作为中国公民 看到中国的这些非法移民的时候 似乎会有同样的一个感觉 就是那为什么不把他们驱逐出境 还让他们长期的生活在我们的国家中呢 所以移民这个事情 正常的移民 合法的移民 美国 英国 包括世界上的任何国家 其实都是欢迎的 我们这里讨论的是非法移民 因为非法移民的话 它会给社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个影响 那咱们比如说 现在处于欧洲地区的法国 以及德国 那大量的中东内民的难民 逃进了法国 逃进了德国 甚至是西班牙和意大利也有 那这些穆斯林的难民的话 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 毫不尊重当地的文化 以及这个法律 在这个街上藐视妇女 甚至出现了强奸妇女 那盗窃抢劫的话 那就是更不用说了 所以这些非法移民呢 确实给这些非常平静的 非常美好的这些欧盟国家 造成了很多的影响 那这也是为什么 在上个星期 法国总统下令强制驱逐 睡在巴黎大街上的这些难民 那我们看到新闻 还有一些局部的冲突 警方呢也释放了一些烟雾弹 催泪弹来驱逐他们 就是因为他们已经严重影响到了 法国人的正常生活 因为作为一个公共的广场 公共的一个场所 你在这个地方打满了帐篷 在这个地方洗地而坐 睡在那个地方 生活在那个地方 已经影响到了 正常法国居民的一个生活 所以作为任何一个正常的政府 他都会采取一些必要的手段 把他们驱逐出去 因为这个数量实在是太庞大了 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慈善机构 慈善团体 那我们只对本国人民负责 关于外国人的话 如果我们能接受你 如果我们能把你受为难民的话 是出于同情 但是如果我们不接受的话 那这些难民其实也无话可说 那就是因为德国法国包括北欧的几个国家 像芬兰 挪威 瑞典 都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所以这些难民只要是到达这些国家的话 大多数情况下都会接受 因为是出于同情 出于人道主义 但是随着难民的数量越来越多呢 那这些国家很显然 也无力承担这些难民 给这些国家带来的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那包括英国本身 每年也是有大量的这个难民 其实就是发生在此时此刻 所以难民问题在全世界 我相信在欧洲 在美国 对于这个国家本身 都是一个非常困扰 国家各个部门的一个问题 这里面不仅仅是移民部 还有很多英国的财政部 需要为这些难民支付很多的福利 所以我们这些纳税人 每个月纳的这些个税的话 有一部分其实就是支出给这些英国难民的 所以我在这里的个人观点是 拜登在支持非法难民的这个问题上 我仅仅是认为 他是想为赢得这一次大选做的一个噱头 也许他会秉手 他当时的承诺 在他升任之后 特赦这些难民 但是我认为作为任何一个国家 都不应该大量的接受难民 我们是欢迎以正常的方式 移民到这个国家的外来移民 而不是以这种极端的非法的手段 以难民的身份 移民到任何一个国家的非法移民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